音乐读书会今天跟大家读的是一本很厚的一本书是2018年的出版 叫做《竹音复星 建筑声学家徐亚英的60年扣筑》 顾名思义他其实就是回顾了国际知名的建筑声学家徐亚英先生 这么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参与的不同建筑项目 里面有几个部分 首先他很简单介绍了什么叫做建筑声学和徐亚英先生的本人 接着就会讲解他参与过在世界不同的一些重要的表演场地 例如是巴黎的音乐城 卢森堡爱乐音乐厅 以及里面穿的最重最重的 当然是台北高雄更年身建成的维母型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里面其实除了有丰富的文字的介绍之外 也有很多的相片 也有很多大家都没什么机会看到的设计图 上面还写满 应该是徐亚英称笔写的一些法文的注解 也有时候会给大家看到一些他为了测试用的 而专专专做出来按比例的一些模型 接着这本书也介绍了他和几位 长年合作开的建筑师或建筑家的一些项目 包括大家所熟悉的贝月明先生 去到后面也介绍了一些非一些古典音乐表演场地的一些项目 例如在一些历史建筑物的一些修复 又或者一些商业表演的场地 包括台北大巨蛋等等 他们也有一一地介绍 何谓建筑星学 建筑星学至于一般人听起来好像难以理解 简单来说 建筑星学包括了噪音格訣与室内星学两大部分 当一个入射星波碰到墙或天花板等界面的时候 其能量可以被分解为被吸收的星能、反射星 以及透射星三种 其中前两项是星内室学的范畴 而透射星的部分即属于隔音的范畴 大家可以在剧院或音乐厅领略音乐的美好 是由于妖人噪音被隔绝在外 而美好的乐音留在空间内 那就是室内星学 首先是隔音 要用坚实、口重的材料隔掉噪音 另一方面是用装修材料 来控制室内反射星及急音 隔音和吸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淆 就像落雨天要穿雨衣 而冬天保暖就要穿毛大衣一样 除下应在课堂上总以浅显易懂且贴近日常生活的案例 幽默说明复杂的声学原理 经常博得学生会心一笑 一般性的建筑声学是透过声波传输的物理条件和处理方法 让室内具有良好听音条件 另一方面针对以空气或建筑结构震动作为传播媒介的噪音 以及外界草音等控制方式 多以隔音或隔阵方式处理 本书的内容暂且不论及复杂的隔音问题 而是将重点放在文化及娱乐建筑室内的声学处理 特别是如何让音乐听歌剧院能拥有清晰优美的声音传道 乃至于博物馆建筑中如何控制不允人声成为室内干扰等 在这方面控制室内声音的反射及吸音甚为重要 以据建筑类型用途不同 从小型一般住家中的家庭剧院 商业用途的办公室、中型剧院 到大型音乐厅、歌剧院、博物馆、体育馆 甚至机场等 亦有不同的声学要求 本书亦将以不同类型建筑的案例 说明不同空间的音響需求 说到声音的反射特性与规律 即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这个特性即可用来解释北京知名回声壁的传说 古老的北京天壇是旅客必游之地 不少旅游书籍都大肆强调天壇著名圆形回音壁 一个流传已久的声学奇迹 是中国古人建筑与声学节位的结症 徐亚英指出 天壇回音壁的设计建造于15世纪 来自易经八卦所推演出 天地运行图置天圆地方 据其意 圆形天壇位于北京市的南方 而方阵地壇位于北京的北边 当人在天壇直径65公尺的圆形回音壁 地壇位于墙边轻轻地说话 其他人可以在很远的另一端的墙边听到 这纯粹是声学上的漏边反射所产生的物理现象 而一个声学现象 与天壇这个古老传说不谋而合 但其效应纯粹巧合 并不是古人的高超特殊的声学设计 当室内进行演出活动时 由于各个界面 例如天花板、墙面、地板等 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便会陆续产生复杂的声反射 如本页左下视意图中可以看出 坐在室内右侧的听众 最先收到的是直达声 然后陆续收到一次和多次的反射声 接着流至四面八方造成衰弱的反射声 形成了残响衰减过程 建筑师与声学家根据这个声音反射的自然规律 将室内空间视为乐器来设计 让里头的人彼此谈话的语言能听得清楚 而回荡在空间的音乐 即能更加优美 我读的是竹音复声 建筑声学家徐亚英的六十年构筑 我相信各位对声学 以及对听音乐会很有要求的朋友 都一定会很有兴趣 我相信里面的资料会令大家得益不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